所有跟事情一般的事业、狗事、笑语和拒绝境内心 我怎样才找出孩子真正死亡的原因 近日,一名为李月峰妈妈的账号发视频称 他儿子李月峰5月6日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公寓宿舍死亡 死亡原因至今还不知道 2023年7月5日,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官网就此时发布声明 2023年5月6日上午,该校2022级专科班学生李某峰不幸离世 事发当日上午,学校发现李某峰状态异常后 第一时间组织抢救,拨打120急救电话 拨打110电话报警并通知家长 当时虽经全力抢救,李某峰仍不幸离世 李某峰离世事件发生后,学校立即成立专项工作组 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积极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 并全力配合做好善后 120急救病例显示初步判断李某峰死因为心脏呼吸骤停 法医初步排除他杀,为防止遗体腐败 李某峰遗体安排送往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法医鉴定中心进行冰冻存放 为查明死因,死者家属申请解剖做组织病理检验和毒物检验 经鉴定部门做出鉴定结果为非毒药物致死,非他杀 李某峰系自身疾病导致死亡 对李某峰同学的不幸离世,大家都感到十分痛心 学校将继续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做好李某峰同学家属的安抚 及其同班同学的心理疏导工作 同时希望社会各界不忘家揣测 不信谣,不传谣,不接家属伤痛 让逝者安息,给生者慰藉 同时针对故意挑起事端的个人和网络平台恶意重伤学校的行为 学校也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 学校跟我们说,就是猝死 他的脖子是红的,然后眼睛一个是肿的 宝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